嗨 我是廖子涵 然後就是你們可以叫我Naomi 然後你覺得Naomi有點難唸的話 你就可以發音成奶油蜜 就是聽起來熱量有點高 好 那我現在目前是就讀台大政治系三年級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外交官 就是我讀的系外來就是 都是沒有錯誤的話 就是要走外交官 那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這種公務人員的體制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的兩個故事 就是我在兩個實習經驗 一個是我去年附加在EETABLE實習經驗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目前在一家北京的科技公司 擔任跨國遠距的實習戰爐 好 主要就是這兩個故事 那我們首先從第一個開始 好 那從EETABLE 哎 廖東博怎麼會去EETABLE呢 剛剛說到嘛 因為我不想要走外交官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就想說 我如果不知道我要做什麼的話 那我去實習好了 好 可是實習的問題來了 我如果要去實習的話 以一個政治系的學生來說 我沒有修法院的課 我也不是什麼相關被子的話 那我怎麼可能會去投KPMG PMG UNILEVER那種 那種根本就是連申請就不用申請 對吧 所以我就想 好 那這種大公司我不能申請 那我要怎麼辦 那我去新創好了 新創應該比較不會care你的履歷 然後不會care你做過哪些事情 或是他們其實就是 他很希望是你有很大熱情 或是你很積極 你的態度很好這樣子 他想說 嗯 那我用這個選項好了 好 接下來我就決定 我要申請新創公司 也就是e-in-table 可是我在想 那我履歷要怎麼辦 我的履歷其實就剛剛也 因為我在提到就是 我不是管院的 然後我又沒有修相關被子 重點 重點是 他們好像沒有缺人欸 就是其實他那時候 我要申請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我去看看他有沒有招聘好了 但是我是在大陸下學期的時候去 欸 這樣事情比較清楚 就大陸下學期的時候要去申請 那下學期其實就是大家比較不會 就是開時期的圈嘛 因為上學期如果intern做得好 你下學期的時候就繼續演用 那如果要開intern圈 應該是在暑假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看照片的訊息 就是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照片訊息 可是我想說不管我就是想要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一定要申請 好 但是我要申請 我的履歷沒有東西可以展示嗎 那大家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想要放棄 就應該一般人會想說 嗯 那我去修一點課了 那我再去累積一點相關經驗 那我再來申請好了 應該這樣會比較就是比較容易上 可是那時候我就想說 可是我就是很想要啊 然後然後我就是跟大家一般人的想法是一樣的話 那我就是不能跳出那種框框嗎 那我想好 如果就算就是我沒有什麼東西 那我就拿一點不一樣 所以大家知道我的履歷 其實我沒有所謂的履歷 就是我連CV什麼都沒有 那我的履歷是由四個問題構成的 就是第一個問題是你是誰 第二個問題是你為什麼想要應徵 第三個問題是說你有什麼優勢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入取你 第四個是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這四個問題其實就是 我在模仿就比如說那個HR在印著我的時候 他會問我的問題 那我就想說反正 如果你真的見不到我的話 你至少這個就是透過我履歷 你就可以直接就是模擬那個面試的過程 就是比較不一樣 而且就是你在開這個履歷的時候 你就會想欸怎麼會有一個人履歷長這樣子呢 就是很俏皮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很順利的是就是我寄出去個兩天 然後我就收到通知我就去應徵 好可是在我順利拿到這個intern的缺之前呢 其實又發生了一點小插曲 就是我人生總是有一件小插曲 就是我在應徵的時候 他老闆主管就說欸好啊那不錯欸 那我們下禮拜開工好了 然後我就說喔好欸欸等一下 我其實是大二期中 缺期中 那大家知道大二期其實課程還是很多嘛 沒有辦法兩個整天到公司去上班 然後我就說我這部分的話時間的話 我回去的時候再跟HR用就是email溝通一下 我們時間要怎麼安排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很擔心的是 就明明機會已經在手中了 可是現在怎麼好像我又把他往外推了 然後說這不行啊 我前面做的努力不就白費了嗎 那既然之前的履歷都已經獲出去 瞎搞一遍那這個時間問題 那一定也可以再談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寫信用說 嗯因為這個課程什麼什麼的關係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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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名額保留到暑假呢 所以我就陡膽的提出來就是 保留這個實行的名額到暑假這樣 那之後也很順利的就是我在暑假的時候 就在EETABLE去實行 那在EETABLE我主要是負責PPA 就是Product Project Manager 跨部門的產品跟專案的委員長 那等一下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問我 那我主要就是跟大家講是 在EETABLE學到三件事 第一個是文化 文化是什麼 文化就是讓一群擁有相同熱情的人在一起 剛剛那個語力的創辦人他也有說 就是你要做一件你很有熱情的事情 因為這樣就算再累你也會想要做 再來是Hack Everything 因為就是新創公司嘛 所以你一定要有不一樣的思考的方式 你要有不一樣的服務 你要怎麼 你要去想說 怎麼樣讓這個產品變得更好 怎麼樣讓這個服務變得更好 你永遠要想不一樣不一樣的方式 去做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我覺得新創的話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設限 他就是一個很Open的環境 那如果你去當intern的話 你要想說你想要得到什麼 你要拿走什麼 你要留下什麼 所以你會就是你不管怎麼樣 你想要的東西 你想學的東西你想問的東西 你就不要害羞 你就直接儘管的去拿去要去問 他們其實都很願意給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子過來的 好接下來我要再講就是我現在的實習 我現在是在北京歐斯貝科技公司 就是一家做APP公司 當中跨國遠距人實習生 我每次講這個就覺得很困擾 因為他的名字太長了 好為什麼是跨國 因為北京就是我們的總部在北京 然後我是台灣唯一一個實習生 所以我們就是遠距這樣 好那怎麼樣怎麼樣運作 就是你知道大家大陸嗎 就是都用WeChat 那Google站 就是想說中國可以用Google嗎 其實可以 因為在那邊的公司 基本上他們都會 來自合作公司 其實是有一個公司 的這位公司 在北京歐斯貝科技公司 所以能夠改善 成功 成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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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